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 晚安 今天我们继续第二天 为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祷告 先一起来读圣经上的话 在猎王记下四章一到五节 这样说 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倒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以丽莎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是全能的医治者 在今天这个肺炎蔓延的时刻 我们要祈求你医治的来到 就好像先知的门徒们 面对未知的意外毒物 在无助惊慌的时候 以丽莎施行了神迹 将锅中汤里面的毒素除掉 亲爱的天父 我们祈求你施展你的怜悯作为 为现今不安的人们 打开一条出路 让医学研究者 有智慧获得治疗方法 那些目前在病中 或是被隔离的人 求你医治他们 也将盼望赐给他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您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